這個側臉的這個人啊 這個是誰呢 這就是郭台銘的兒子郭守正 這個秘密基地 郭守正常常都在下午大概1點半以後 到這個秘密基地裡面去開會 那我就來問啊 48小時到了這個秘密基地要怎麼樣來處理呢 不是說整個都平工了嗎 但是呢就有做這個影音事業的一些啊 這個專業人員跟我講 這個工作室叫做三創數位影音工作室 都打著說他們是要來經營三創園區的五樓 包括有展演廳等等 在外面這樣來招攬生意 對整個媒體包括這相關的產業說排擠效益 真的相當厲害 我這下面來下一張 為什麼這個地方啊 跟這個三創有關係 這個地方他們的公司的名稱叫HEPA 這個東西就是說我們拍電影啊 這個打板的意思 下一張 他們有掛牌嗎 這個就是個大問題 今天商業出來說這一間公司是沒有掛牌 但是如果在三創下面的附屬失業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根據這個資料來看 這就是三創下面的一個單位 他的營業項目你看影校聲音 聲音 跟還有代理 可能是影片的代理 我們再下一張 好這就是爆料的內容 他說 洪育員您好 有件事跟您爆料 但是幫我保留消息來源 本人從事影音後製工作不想曝光 有關三創資訊園區那一塊地 他有個製作中心在旁邊 叫做三創數位影音製作中心 這不是他臉書的這個是私人的社團 你看在金山北路一號地下室 金山北路一號的地下室是什麼地方 就在三創園區的旁邊 為什麼要跳在旁邊 那一棟那麼高的一個大樓的地下室 是不是有符合相關的消防法令的規定 地下室要來做一個工作室 我們也知道要做營業工作室 這面積是很大的 你看他這裡說沒有執照 沒有公司名稱 消防也沒有申請 假借在三創底下的一個影音後製公司 盈利賺錢 政府BOT給你 蓋錄音士跟後製調光 賀效中心賺錢 這樣對嗎 這在我們影音影視產業人員都知道 他說大幣案 我相信您對這個案子的用心 郭董實在是太囂張 所以說郭董囂張了 包括說他們在做這個影音產業的相關人員說 這在旁邊打著三創園區的名號 所以我說郭董 48小時到了 這個地方也請你啊 門口貼下你的報紙廣告 也把它關起來 來下一張 他所做的這個就是包括影視現場特效 2D 2D 3D等等 來 我們再看下一張 這就是他整個作業的內容 再下一張 這就有趣了 為什麼在這三創旁邊要一個大樓 還有這個地下室喔 這邊一個小的一個招牌要走下去 我就要問這個地方的一個地下室 消防會合格嗎 我今天找了監管處去 結果監管處遲到了超過半個鐘頭 所以他們資料帶錯了 不敢拿出來 我再掉 我把這個東西拿出來 今天早上本來還有開門喔 到下午要去做消防檢查的時候 鐵門拉下來了 郭董 光明正大門拉起來 讓我進去檢查一下 來 再下一張 這是他們宣傳的簡報系統 全部都是在三創數位 包括這個基地面積12層6層等等 樓地板面積 這就是這一家公司的他們的簡報 再下一張 這個是他們經營的內容 再下一張 這整個大樓 就是他們對外來宣傳他們這個影音的後製中心 完全就城堡五樓 這五樓就是重點喔 五樓都是他們做的 包括了影音展演的樓層嘛 展演空間 這裡可以容納人數啊 哇 關鍵字來 800萬千 對 這個放映廳 所有的Clapper 開放藝紋空間 都是他們的 來 再下一張 哇 你看 以後裡面這一間 那麼美輪美奮的展演廳 都是他們的 所以我說隔壁這個 哇 所以 郭董這個為了幫這個郭守正做這個影音的相關的產業 這裡面全部給他了 秘密的作業中心就在隔壁 來 下一張 這整個平面圖 將來 將來啊這個五樓 都是他們來經營的 來 再下一張 哇 大家來看 包括300張啊 這個屏幕的電影 預告行銷 180吋 4K的電影牆 廣告播放 中和電影行銷活動 開放 然後與大眾啊 近距離的溝通 專業完善的影音作品 展示空間 就是在三創園區裡面 要搞的就是這些事情 來 下一張 哇 戲院等級的 你看 藍光播放 裡面以後就做成這樣 來 再下一張 我們看到 這是三創數位影音製作中心 在中山區 金山北路 1號 地下一樓 然後另外這個在 市民大道 三段2號 所以看到郭守正 要去看這個三創園區的時候 他要開會 中午1點半以後 就待在這裡 所以 郭董說 他的這個三創園區 要開門 要關門 48小時到了 所以我說 我關門那個平台 你隔壁 這個真的秘密的中心 被我抓出來 這個是他們的網站 來 再下一張 這成立的時間 就在2014年10月 開始 就在革命 開始營運 這個呢 請問你 他這個三創園區